另一方面 土耳其东部则是发生了天灾 在首都安卡拉西部大约750公里外的埃拉泽省 在我国时间今天凌晨1点55分 发生6.8级地震 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 超过1000人受伤 灾情严重 官方的资料显示 镇中位于西弗里节区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鲁说 地震也殃及了毗邻的马拉特亚省 邻国叙利亚 格鲁奇亚和阿美尼亚 也感受到一阵的天摇地动 灾区许多房屋倒塌 废墟处处 估计死伤人数还会大幅度增加 总统阿尔多安交后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已经指示环境及城市化部 内政部和卫生部三名部长深入灾区救灾 土耳其位于地球两条主要断层线上 经常发生地震 1999年西北部发生两次强烈地震 造成一万八千人死亡 其中埃拉泽省也曾经在2010年发生六级地震 当时是夺走了51条人命 1539年於夺 nighttime 1951年于火车 一年来越长 二十多千人気争嘉宾 十 didlar 一年后住得立 踢招 breath 喲 背